就是说挂象他反过来了 这是不是大凶啊 宋徽宗还不至于画个画来咒自己吧 他已经办的这件事啊 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什么都没捞到 还被南宋的路由拿出来当笑话奖 传越了千年啊 实在是太惨了 那么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啊 宋徽宗有种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的感觉啊 带点小自恋了 但是从对于瑞赫图这幅画的解读 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啊 他摆弄书画 而且让你知道他在摆弄书画 那绝对不是单纯的娱乐 而是带着某种政治意图 或者是维持某些理智的需要 这期要讲的这卷画呢是宋徽宗召集的瑞赫图 现藏于辽宁省博物馆 画的是一群单顶鹤在屋顶上方飞舞的场景 那么画面的三分之二啊 上半部分的三分之二 是在蓝天中飞舞的一群单顶鹤 那么剩下的这个三分之一呢 是三个屋顶 这三个屋顶的瓦呢都是墨绿色的 而屋檐下方的这个斗拱的这个部分呢 都是红色的 虽然是红配绿啊 但是选对色调啊 也是非常好看的 然后如果你仔细看斗拱这部分的这个结构啊 从上往下看啊 可以看出啊 刚开始啊 画的还是挺好的 但是呢 画着画着 这个线条呢 就有点粗细不均了 这里细啊 那里粗啊 这里落比重啊 那里收比轻了啊 那么与这个看上去有点粗糙的斗拱啊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啊 画面上方的单顶刻啊 他们的线条都是非常流畅 也是非常精细的 说明啊 这位画家的技法是没有问题的 他是可以画出啊 那种又精细又流畅的这种线条的 他有可能是在斗拱的这个部分啊 画着画着就不耐烦了啊 边画边想 哎呀 这个斗拱这个结构太复杂了 太烦人了 或者呢 画家他就根本就不擅长画这种建筑结构 边画边想 这么画是对吗 这个木头朝向对吗 这个斗拱是长这样子的吗 那么因为这个看上去相对来说比较粗糙的这个斗拱啊 也有人提出啊 这卷画呢 是孙徽宗和别人一起画的 贺的部分呢 是孙徽宗自己画的 而相对比较繁杂的这个建筑的部分啊 这个斗拱呢 是找别人画的 但是我觉得孙徽宗如果真的要找的话肯定会找个建筑高手啊 没必要找一个斗拱都画不明白的人来帮他画建筑的部分啊 因此呢 这卷画大概率都是孙徽宗自己画的 只是他不太擅长画这种建筑结构 同时呢 他这个壳的部分啊 又画的实在是太出色了 那么两相对比之下呢 这个差距就显得有点明显 那么在这卷画中的三个屋顶之中啊 中间的屋顶是最大的 也是最完整的 而左右的两个屋顶呢 只露出了一角 另外它们的样式啊 也不太一样 中间的这个屋顶的样式呢 是单眼五垫顶 这个五呢 是广字头 下面加一个有五的五 念五五 单眼五垫顶 那么左右屋顶的样式呢 是单眼歇山顶 歇着的歇 山就是一座山的山 歇山顶 那么画面中间的这个单眼五垫顶呢 它就是一条平行于地面的正极 然后正极的两端呢 各自向下延伸出两条垂极 一共四条垂极 那么一条正极加上四条垂极 这种有五条屋极的屋顶 就被称为五垫顶 同时也被叫做五极顶啊 有五条屋极的房顶 五极顶 那么画面左右的这个两个屋顶的这个单眼歇山顶呢 又被叫做九极顶 有九条屋极的屋顶 九极顶 那么九极顶呢 它有一条平行于地面的正极啊 然后正极的两端呢 各自向下延伸出两条垂极啊 一共四条垂极 那么这四条垂极呢 在各自向下延伸出一条呛极 那么也就是一条正极 四条垂极 再加上四条呛极啊 一共是九条屋极啊 这种样式呢 就叫做单颜歇山顶啊 九极顶 然后那个画中三个屋顶的正极的这个两端啊 就是平行于地面的这个屋极的两端呢 都各自有一个凸出来的装饰物 这种装饰物呢 叫做吃尾 这个吃要怎么写呢 吃就是高低的低去掉人字旁 再加上一个鸟字旁 吃尾 那么吃尾呢 据说能驱邪避火 因为它的原型呢是吃吻 虫字旁加上一个离开的离 吃吻 吃吻传说是龙的第九子啊 他喜欢灯高 还喜欢吞火 还能吐水 那么吃吻的形象呢 是龙头鱼尾 那么画中这个屋顶上的这个吃尾呢 是龙头鱼尾的样子啊 就是吃吻的样子 此外呢 他还张大着嘴巴 仿佛呢 要从这个两端吞下屋顶的阵脊 这个鱼尾的部分呢 还有一个梯形的金色物件 这部分名字叫做强铁 另外呢 每条屋顶的这个垂脊上呢 还装饰着非常可爱的小怪兽 那么这些小怪兽呢 被称为垂脊兽 或者也可以叫做蹲兽 蹲下来的蹲 它们呢 各自有不同的吉祥寓意 然后再看的话 这个三个屋顶啊 都被云雾围绕着啊 进一步仔细看的话 会发现啊 这些云雾啊 它不是纯白色的 而是被染上了一些些红色 就是带了一点红色 那么云雾 为什么会带点红色呢 这表现的就是这个云雾啊 被太阳染红了 那么一般在两种情况下 会出现被太阳染红的云雾 一种是呢 日出的时候 一种是日落的时候 那么究竟画中的这个场景 是什么时候呢 单从画面来看啊 我们是判断不了的 别着急啊 线索在后面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画中的主角 丹顶赫 在中间屋顶的这个痴尾上啊 各自站了一只单顶赫啊 一共两只单顶赫 那么一只呢 是回首展翅看着天空 它的嘴巴呢 是微微张开的 应该是在提名 而另一只呢 是只是回首看着天空 相对平静的站着 那么此时的天空中呢 有一群单顶赫在盘旋 数一下的话 一共有18只 没有两只是完全一样的 形态各异 在空中的分布呢 也没有什么规律 看上去非常的自然 就像是单顶赫在自然界中 自由的飞翔一样 画的真的是非常非常好 那么关于这些赫啊 我看到了一篇 非常有意思的论文 说这些赫的分布啊 大致可以分成左右两部分 然后说这个左右两部分啊 看上去像是 这个太极八卦的阴阳两部分 大家可以看一下像不像 然后呢 那只啊 回首站在吃尾上的鹤啊 就是没有展翅的那只啊 这只鹤呢 非常像南宋琴谱 太古遗英中的一幅插画中的鹤 那么这幅插画呢 其实是一段画的配图 那段画中呢 有一句话啊 非常有意思 叫做明赫在英式啊 那么作者呢 又找到了明赫在英式这句话 可能取自于周易的这个中府卦的卦词 就是明赫在英 其子赫之 明赫在英其子赫之啊 这个卦象的政治寓意呢 据说是天子有道 守在四夷 简单可以解读为 诸臣子归顺君王之效 因此呢 作者认为啊 宋辉宗在画赫的时候 一定是考虑到了周易的这个中府卦 所以将空中的赫呢 分成了太极八卦的阴阳两部分 而且还把明教的这个历赫啊 放在了太极的阴这一边 我看到这个推论的时候 简直是眼前 就是眼前一亮啊 这也太厉害了吧 太有意思了 但是呢 我又仔细回去看了看这句话啊 发现这个推论啊 很遗憾 有一个非常致命的bug 就是最关键的那个在英的赫啊 就是那只跟秦普太古移英的插图 非常像的那只赫啊 在瑞赫图中啊 它是闭着嘴巴的 而与之相对的那只啊 展翅回首的那只赫啊 才是张着嘴巴的 也就是说 明赫在阴啊 在枝卷画中根本就不成立啊 它是明赫在阳啊 哎呀 这个 就是说 挂象他反过来了 这是不是大凶啊 东徽中还不至于画个画来咒自己吧 虽然有点遗憾啊 但是这个非常有意思的推论啊 是不成立的 嗯 不知道刚刚看画的人 有没有人觉得 空中的鹤 哎 看上去好像是有点像太极八卦啊 那么我不否认啊 宫中的这个鹤的分布啊 的确可以大致分为左右两个部分 但是你要说是像太极八卦的阴阳啊 其实还是有点牵强的 那么对于这幅画的画面内容的解读呢 就是以上这些了 能解读出来的是 画中有18只单顶鹤在屋顶上方盘旋 然后有两只单顶鹤呢 站在屋顶上的这个吃尾部分 这个屋顶呢 一共有三个 然后有一些带点红色的云雾 环绕着这三个屋顶 另外呢 我们看画的时候 其实呢 还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画的视角是怎么样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想要看到画中的这种场景 你需要站在哪个角度看才能看到 那么锐鹤图中的这种场景呢 就要站在画中三个屋顶的对面 而且呢 高度呢 要比中间那个屋顶还要高一些 那么画中的这个建筑啊 这三个屋顶的对面 有这么高的建筑吗 宋慧宗又为什么要从这个角度来画这卷画呢 我认为啊 这卷画的这个视角可能暗含了 宋慧宗内心的某种想法 内心的想算盘 我们可以往下看 好一点点去剖析宋慧宗的想法 那么画的后面紧跟着的是 宋慧宗提写的拔纹 那么在这篇拔纹中呢 宋慧宗先是交代了画中场景出现时的时间地点 还有盛况 然后呢 写了一首诗来颂扬这个场景 好 正合二年正月十六的傍晚 那么由此呢 我们可以解开第一个谜团了 就是画中的云雾为什么会被染上一些红色 这是因为画中的时间啊 它是正月十六的傍晚 是夕阳染红了这些云雾 那么这个谜题就解开了 但是啊 这里随之啊 就出现了另一个谜题 正合二年正月十六的傍晚 为什么会出现丹顶鹤 它出现在了哪里 那么接着往下 宋慧宗写到 忽有祥云浮育 低应端门 众皆养而视之 意思就是说 忽然出现了祥云 扫去了阴玉 然后呢 这个祥云低垂 围绕着一座门 叫做端门 然后呢 大家都抬头看着祥云 也就是说 宋慧宗认为 画中被染红的这个云雾啊 它是祥云 那么为什么它是祥云呢 因为它很神奇啊 这个云雾啊 它没有飘在空中很高的位置 而是低垂围绕着一座门 端门 非常神奇 端门啊 它其实是皇宫的正门的名称 由此可以推测 画中的这三个屋顶啊 表现的是北宋皇宫的正门 那么中间的这个屋顶呢 表现的是门楼的屋顶 那么两侧呢 是躲楼的屋顶啊 躲就是一躲两躲的躲 那么如果将这个端门啊 画成建筑平面图的话 它就是一个凹字形旋转 180度之后的这个形状 也就是说 中间的门楼呢 是在后面 左右两侧的躲楼呢 是在前面 然后门楼和躲楼之间呢 是有这个连郎连接着的 平面图是一个凹字形旋转 180度之后的形状 那么北宋皇宫的端门啊 曾经被叫做明德门 丹奋门 前缘门 正阳门 意思都非常吉祥 然后在北宋的锦幽元年 1034年初前后 这个当时的皇帝宋仁宗呢 将其改为宣德门 就是宣告的宣 道德的德 宣德门 然后这个宣德门的这个名字啊 一直持续用了80多年 一直到了正和8年 1118年的10月6日 孙徽宗的大臣蔡金就提出啊 将这个宣德门改为太极之楼 但是啊 没过多久 只过了三个月 在重合元年的正月 1119年 又改成了宣德门 也就是说 蔡金提出的这个太极之楼的这个名字啊 只用了三个月左右 那么我们应该叫画中的这个端门 叫什么门呢 在拔门的开头啊 孙徽宗就已经交代了 画中的场景呢 是发生于正和仁臣 也就是正和二年 这个时候的端门呢 还没有被改为太极之楼 还是宣德门 所以呢 学者已经指出啊 画中的这三个屋顶啊 是宣德门的屋顶 中间的屋顶呢 是门楼的屋顶 左右的两个屋顶呢 是朵楼的屋顶 那么说到北宋的这个宣德门啊 就不得不讲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故事了 就是宣德门为什么要改成太极之楼 然后又为什么啊 很短的时间内就改回来了呢 这就跟宋慧宗的大臣蔡金 他的一次乌龙决策有关了 那么据南宋的路由记载 蔡金曾经提出啊 古人说啊 天子五门 而现在皇宫的端门呢 只有三个门洞 没有音寻古制 不符合理智 所以就让人把这个皇宫的这个端门啊 改成五个门洞的 然而 在洞宫不久之后啊 蔡金才知道啊 天子五门 它其实指的是五重门 就是从进门到天子的家里啊 他要有五重门 而不是五个门洞 也就是说蔡金他搞了个大乌龙啊 把五重门理解成了五个门洞 但是呢改建工程啊已经开始了 那么蔡金该如何挽回自己的颜面呢 这件事情该怎么收场呢 就在蔡金一筹莫展的时候 有一个门客告诉蔡金说 唐代的有一个大臣啊 李华曾经写过一首《复》啊 《复》中有一句 《凤门五开》啊 这个《凤》是凤凰的《凤》啊 《凤门五开》 说明唐代就有五个门洞的先例了 于是呢 蔡金就非常高兴 就借着这个典故啊 让改门洞的这个工程啊 继续下去了 那么完工之后呢 蔡金就提出啊 要将这个端门的名字 从宣德门改为太极之楼 来庆祝工程完工 但是呢之后有人说啊 太极这个名字不是个好名字 所以三个月之后 又改回了宣德门 蔡金办的这件事啊 真的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什么都没捞到 还被南宋的路由拿出来当笑话奖 传阅了千年啊 实在是太惨了 而这里呢 我们需要稍稍注意的是啊 这些都是南宋路由的记杂 蔡金呢 其实在南宋的评价不是很好 它在当时被认为是导致 北宋灭亡的奸臣 所以在这个故事里的细节呢 很有可能带了一些杜撰的成分 不过 在正和年间 宣德门的改建和改名啊 都是蔡金主导的 这个信息应该是没有错的 那么改建之后呢 宣德门的使用啊 也发生了变化 原本宣德门是三个门洞啊 一般人呢 进出就走左右的门洞 中间的这个门洞呢 平常是不会打开的 只有皇帝进出时才会打开 而如果啊 皇帝给某位大臣特权 那么他也可以从中间的门洞进出 而改成五个门洞之后啊 这个规矩啊 就变得更加繁琐了 最边上的两个门洞啊 这个是日常都打开来的 作为一般人日常进出使用 那么中间啊 及其他左右相邻的啊 这三个门洞呢 是平常不打开的 中间的门洞呢 成了皇帝专用的进出口 然后呢 有特权的文臣 可以从中间门洞 左侧的那个门洞进出 而有特权的五成 可以从中间门洞 右侧的那个门洞进出 这个人来了 开这个门 那个人来了 关上这个门 开这个门 这个开这个关啊 还不能错了 所以可想而知啊 改建后 这个皇宫门卫的工作量 是一下子就上来了 心里肯定都烦死猜金了 那么孙徽宗继续写道 疏有群鹤 飞鸣于空中 仍有二鹤 对峙于吃尾之端 颇甚闲适 鱼皆翱翔 如印奏结 意思就是 忽然来了一群仙鹤 在空中飞鸣 然后呢 有两只仙鹤相对 停在端门屋顶的这个吃尾上 那两只仙鹤 看上去是非常的闲适 剩下的仙鹤呢 在空中翱翔 而且好像 印和着某种节奏 也就是说 这些在空中 边飞边鸣叫的仙鹤 它不是乱飞乱叫的 而是带着某种节奏的飞鸣 其实出现仙鹤的这种现象 并不少见 在宋代就有很多 宋真宗的时候呢 出现过 宋真宗的时候呢 就出现过 仙鹤盘舞于殿舞之上 然后宋仁宗的时候呢 也出现过 有鹤回祥堂上 宋徽宗的时候就更不用说了 出现过很多次仙鹤飞来的祥瑞事件 但是这里啊 宋徽宗特意强调了 这次啊 这些仙鹤的飞鸣好像带着某种节奏 那么据学者研究说 音乐引起动物的感应啊 是一种德智思想的经典隐喻 用来比喻圣主贤君 凭教化就能服众 不靠武力之人 也就是说 宋徽宗在这里强调 仙鹤的飞鸣 好像带着某种节奏啊 这其实啊 是在暗示自己 得治天下 得到了上天的认可啊 那么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出啊 宋徽宗有种 王婆卖瓜 自卖自夸的感觉啊 带点小自恋 然后宋徽宗继续写道 往来都民 无不起手瞻望 叹意久之 意思是 来来往往的首都居民们啊 都抬头看着 一直在感叹 这件事情好神奇啊 然后宋徽宗接着写道 今时不散 以礼归飞西北渔散 意思是 先鹤啊 很长时间都不散去啊 一直盘旋 然后呢 逐渐向西北角飞回去了 对于这里 宋徽宗提到的这个西北渔 目前有两种解释啊 第一种解释呢 是 这个西北渔啊 指的是皇宫的西北渔啊 那里有养鹤的地方 也就是说 这些鹤啊 表演完就回窝了 这是一场 宋徽宗导自演的戏 这个推论啊 前半句有点问题啊 后半句应该是对的 也就是说 宋徽宗的皇宫的西北渔啊 它有没有养鹤的地方啊 这个这一点呢 是存疑的 稍后具体再解释啊 那么先来解释啊 为什么啊 这是一场 宋徽宗自导自演的戏呢 因为干顶鹤这种动物啊 一般在 阳历的二月底到三月初 向北迁徙 从它们的越冬地啊 向北方的繁殖地迁徙 这个途中呢 大概要耗费一个月左右的时间 因此呢 它们到达或者路过 北宋首都开封的时间啊 绝对不会早于 它们开始迁徙的 二月底或三月初 再加上啊 当时啊 全球气候呢 是处于寒冷期 非常冷 丹顶鹤呢 应该会比正常时间 还要晚一些才会出发 那么画中场景出现了 这个正和二年的正月十六 也就是杨历的 一一一二年的二月十五 这个时候啊 在北宋皇宫上方出现的 丹顶鹤 它肯定不是野生的丹顶鹤 绝对是人工饲养的丹顶鹤 那么北宋皇宫中 有人工饲养的丹顶鹤吗 答案是有的 据记载啊 鹤的训养啊 早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出现了 那么在宋徽宗的时候呢 他的大臣蔡清啊 就曾经特意派人到华庭捉鹤 也就是去上海捉丹顶鹤 然后呢 出来之后啊 放到了北宋皇宫的园林里饲养 因此呢 在正和二年正月十六的傍晚 丹顶鹤出现在皇宫的端门啊 出现在本不应该有丹顶鹤出现的时间和地点 这背后呢 肯定是有人为的操控的 这些被操控的鹤呢 应该来自于皇宫里饲养的那批丹顶鹤 另外这里多说一嘴啊 比丹顶鹤先出现的这个祥云 就是围绕着端云的这个云雾啊 其实也是可以操控的啊 具体操作是怎么操作的呢 就是让工人燃烧一种叫做炉干石的矿石 然后会产生云烟 然后再用油涓做的这个油涓囊啊 把它这些云烟收集起来 再将这个聚集起来的云烟呢 放出去 就会形成啊 在先进中才会出现的那种 非常梦幻的云雾 那么后来呢 这种云雾还被称为贡云啊 就是进贡的贡 贡云啊 专门弄 也就是专门弄给孙徽宗看的 那么为什么让丹顶鹤出现在 正月十六傍晚的皇宫端门呢 为什么选这个时间和地点 而不是选正月十五啊 上元节当天呢 这是因为啊 这个时间点的皇宫端门啊 它是上元节中啊 最热闹的时候 那么据宋代的这个 东京梦华路记载 上元节啊 也就是元宵节 在正月十五的时候 当时首都的官府 开封府呢 会在宣德门前搭一个山盆 山盆呢 就是用各种造型各异的彩绘灯笼装点的 跟大山一样搞大的节庆装置 另外呢 还会放上大型的彩灯 那么彩灯呢 会有各种主题啊 比如各种神仙的故事 有的甚至呢 就是神仙或者菩萨的造型 比如有啊 骑着狮子的文殊菩萨 或者骑着百相的普仙菩萨 据说啊 这个菩萨的手指啊 还能喷出五条水流 这个手呢 还能摇动啊 制作的非常惊喜 那么在彩灯动的时候呢 后面还会有人伴奏啊 兼具视听享受啊 真的是绝了 那么在宣德门前呢 还会有表演各种杂技和歌舞的民间艺人 比如啊 吞剑 杂剧 萧琴 嫡谷 猴戏 等等啊 这种大家经常能在电视剧里看到的 那么此外呢 还有啊 比如说 倒立吃冷面 是不是没见过 还有鱼跳刀门 就是鲤鱼跳龙门的惊险版本啊 鲤鱼跳刀门 另外呢 还有招风影蝶 就是环珠格格里的那种啊 还有杀书 杀书就是用手啊 捏着细砂或者石粉 然后挥洒成字 有点像现在的沙画 还有一种很好玩的叫做药发傀儡 药就是火药的药啊 这里指的是这个烟花 傀儡就是木偶嘛 药发傀儡是怎么样一种装置呢 就是在一根十多米长的竹竿上啊 装置上特制的这个烟花轮 和这个身穿光蜡纸服装的木偶 然后呢 你点燃最低层的那个烟花轮啊 它就会转动 转动之后呢 就会慢慢的往上带 然后逐层 一层层的烟花轮 就会开始喷放火花 它们喷火花的同时呢 就会转动转动 带动装置 带动装置之后呢 就会带动木偶啊 做出一些动作 非常有意思 然后这个时候呢 还会出现卖神药的江湖郎中 还有补挂的江湖术室 街上啊是非常热闹 人非常非常的多 这个是宣德门前的这些情况 那么宣德门的楼上 在中间的这个门楼上啊 会挂上黄色的帘布 里面呢会设置一个座位啊 就是皇帝的专座了 然后这个黄色的帘子外呢 左右啊 各站着一排侍从 他们会拿着这个黄色的掌扇 掌扇就是啊 那个手柄很长的那种 非常大的那种扇子啊 只是用来撑场面的 不是用来扇的 这个就是中央门楼的情景 那么两侧的朵楼 又是怎么样一个情况呢 朵楼呢 它也会挂上帘子啊 不过不是黄色的 除了帘子外呢 还会挂上直径三米多的大灯球 那么在左边的朵楼上呢 一般会坐着宋徽宗的儿子等 一些皇亲国戚 那么在右边的朵楼上呢 一般会坐着啊 蔡金啊等 大臣和外戚 但是啊 正合二年的这次上元节啊 因为他被贬到地方去了 至于他为什么会被贬到地方去了 有兴趣的可以听上期 那么以上就是宣德门楼上的情况 那么宣德门楼下的情况是怎么样的呢 宣德门的楼下会用彩色的布条进行装饰 好 然后呢 还会有静卫军站岗 那么静卫军呢 他们会穿上紧袍 戴上黑色的一个叫做葡萄的帽子 这个帽子上呢 还会粘上一朵花 这里有个冷知识啊 宋代男人啊 喜欢在头上粘花是非常正宗的画面男 他们不仅会自己主动粘上花啊 有的时候呢 皇帝还会亲手给大臣们粘花啊 这在当时啊 属于天大的赏赐 但是这个画面啊 想象起来有点辣眼睛啊 但是如果两个人长得非常帅啊 我可以的 长得不帅的话 我可能还需要提高一下自己的修为 那么另外这个带着头花的静卫军呢 手里还是会拿上武器的 他们会拿上一种叫做古朵子的武器 就是一根铁杆子 然后上端呢 像一个花古朵或者一个小瓜 大家可以去南宋的时光图里面 找一找这个武器啊 或者以后讲到的话里 有的时候我来告诉你们哪个是古朵子 那么以上呢 就是正月十五这天啊 宣德们会发生的事情 而其实啊在正月十五这天 皇帝是不会去宣德门的 而是会去道观上清宫参拜 那么到了第二天的这个正月十六 皇帝才会去宣德门 那么正月十六这天啊 皇帝吃完早饭之后呢 就会登上宣德门 如果你这个时候赶到宣德门的话 说不定还有幸能看到皇帝的真容啊 因为呢这个时候会先卷起帘子啊 皇帝会讲一些吉祥话 之后才会放下帘子 据说呢有人曾经看到孙徽宗当天啊 是戴着小帽穿着红袍 那么帘子放下之后呢 楼下的这个乐室就会开始奏乐 奏一整天 这天呢还有一项特别的活动呢 就是在西边的躲楼下啊 开封府呢会让一些罪人啊排队站好 当街宣布啊他们的罪行和惩罚 然后呢楼上会传来口语说啊 特令放罪啊 这些罪人呢就会被当场释放 以示普天同庆 那么到了天黑的时候呢 所有的花灯会一起点上 一直到三谷之后 也就是三根之后 一个小小的红纱囚灯 会被升到半空中啊 这就是向人们宣告啊 皇帝已经回宫了 然后呢你会听到几声鞭响啊 啪啪啪 之后呢 街上的花灯呢 就会一下子都被熄灭了 虽然皇帝去休息了 但是这个上元节还没有结束 那么大家呢会去附近的相国寺 看灯或者烧香 敲锣打鼓一直玩到天亮 据说呢这个时候还能吃到夜宵啊 具体有什么呢 有汤圆啊丸子 米肠肉冻啊细粉啊 唐朝栗子或者是唐朝银杏 鸡汤啊还有水果啊 比如金菊啊 橄榄盐啊 荔枝啊等等啊 非常丰富 那么以上就是啊 北宋的这个上元节的啊 十五和十六这两天的情况 那么从中啊 我们可以推测 在正月十六的傍晚啊 人们会聚集在宣德门前 一起等待点灯的那一刻 这个时间点的宣德门啊 应该就是上元节中最热闹的时候了 那么在这个时候啊 在这个万众瞩目的时候啊 安排丹顶和飞到宣德门上方 明显就是为了表演给老百姓们看啊 看了啊 我们的皇帝智力有方 才会天降祥瑞 来表示祝贺 这个的政治宣传效果啊 那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必须给安排这场戏的人啊 发个大红包 那么宋徽宗在这卷话的拔文中提到啊 仙鹤们归非西北语 是因为当时的皇宫西北语 有仰鹤的地方 然后这些鹤表演完就回那里的窝了吗 你可以想一想 如果皇宫的西北语啊 真的有仰鹤的地方 孙徽宗啊 他怎么会特地说出来呢啊 这不就是自我暴露了吗 孙徽宗会这么傻吗 不至于是不是 那么还有人进一步推测说啊 丹顶和飞回的是 严福宫里的鹤庄 因为严福宫啊 就在皇宫的西北角 这个推断呢 看上去非常合理啊 但是时间点上有点问题啊 严福宫呢 是皇宫内的这个宴会场所 的确在皇宫的西北角 但是呢 在郑和三年春啊 也就是这卷话制作后一年 开始扩建 然后过了一年后的 郑和四年八月才完工 扩建后的严福宫 才有了贺庄啊 鹿寨啊等 养殖珍稀动物的场所 也就是说 这卷话制作的郑和二年 严福宫他还没有进行扩建 这个时候 严福宫的位置啊 也就是皇宫的西北语啊 有没有贺庄啊 还真不好说 那么再加上啊 在此之前 宫中出现的仙鹤啊 据记载是从东北方向飞来的 比如在崇宁四年 1105年啊 九鼎建成的时候啊 有几只仙鹤从东北方向飞来 也就是说皇宫中有养赫的地方啊 那也有可能是在皇宫的东北方 那么 第二种解释 这里的西北方指的是西北边境 孙徽宗想要暗示人们啊 西北边境会有好事发生 为什么会这样呢啊 这就要说到前一年的郑和元年十月 也就是两个月前 同贯代表北宋 以祝贺辽国的这个天作地 生辰为名 出使辽国 然后回来的时候呢 带回了这个背叛辽国 归顺北宋的马直 一匹马的马直物的直 马直 马直这个人呢 后来又被赐名为国姓姓赵 改名为赵梁寺了 马直拜见孙徽宗啊 说女真恨辽人窃骨 而天作荒淫失道 本朝若自登来涉海 结好女真 与之相约公寥 其国可涂也 也就是说 马直献上了 年金法寥的策略 虽然呢 当时有大臣强烈反对 但是宋徽宗呢 还是打算采用马直的策略 那么在两个月之后的正月十六 宋徽宗在记录 仙鹤事件的拔文中 特意强调 仙鹤往西北方向 飞回去了 而且呢 就在同一年 宋徽宗又上演了一次 同样的戏码 这次呢 是在 严福宫宴请群城的时候 说有一群仙鹤 从西北方向飞来 而刚刚我们也提到过 在郑和二年之前 宫中出现仙鹤啊 是从东北方向飞来的 或者是没有提到飞来的方向 也就是说 郑和二年的这两次 仙鹤事件啊 都被特意的记录为 从西北方向飞来 这让人不得不猜想啊 宋徽宗啊 他可能是想借着这个 仙鹤的祥瑞之兆 来堵住那些反对 联金法辽的大臣们的口 暗示他们啊 自己对联金法辽的决心 或者暗示他们自己对于 西北边境的强烈关心 那么然后宋徽宗继续学到 感知祥瑞 故作诗以记齐 也就是说 宋徽宗觉得这是一个祥瑞之兆 就特意写了一首诗 来颂扬这件事情 诗的第一句是 清晓孤伦福采尼 仙秦告瑞忽来仪 意思是天刚亮的时候 宫殿最高的地方出现了彩虹 然后到了傍晚 仙鹤忽然飞来 告知有祥瑞的预兆 仙秦告瑞忽来仪 这里还借用了 凤凰来仪的典故 将仙鹤比喻为凤凰 而画中两只仙鹤相对 站在屋顶的尺尾上 这种图像与双凤 或者对凤的传统图案非常像 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凤凰 所以说 这个画的内容 和宋徽宗诗词的内容 是非常一致的 然后诗的第二句是 飘飘原是三山屡 两两孩成千岁姿 这里的飘飘不是阿飘 幽灵的意思 是仙鹤 意思是仙鹤原本是三山上的仙旅 那么这里对于这个三山 一二三的三 三山 目前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传说中的三座仙山 方丈蓬莱迎舟 另一种说是道教的三山 因为宋徽宗曾经在六年前 原是三山屡 这个三山有可能指的是道教的三山 那么不管是哪种三山 飘飘原是三山屡 都可以理解为 这个鹤与神仙关系密切 是仙鹤 不是一般的鹤 是仙鹤 那么两两孩成千岁姿的意思就是 仙鹤在空中飞得 三三两两稀稀落落 却仍然呈现出能活千年的姿态 这里就是欲扬仙逸 先说仙鹤飞得稀稀落落 然后再夸 即使是这样 还是有能活千年的姿态 那么诗的第三句 你似碧软西宝格 启同赤焰及天池 意思就是 仙鹤应该是在模仿碧软 在宝格上休息 怎么会跟在天池聚集的赤焰一样呢 碧软叫做清软 是传说中的昆仑山西王母的姓氏 在唐代的时候 碧软被视为最吉祥的瑞兆 叫做大瑞 碧软是大瑞 而碧鸟西旨 它其实是比喻贤士在位 所以才会引来碧鸟西旨 那么这里也就是说 仙鹤飞到皇宫端门 表示这里呢 有贤民的君主在位 同时呢 这个仙鹤呢 也像西王母的这个姓氏一样 带来了祥瑞之兆 那么这里呢 就是宋徽宗第二次 王婆卖瓜自卖自夸了 可以看出啊 正和二年的宋徽宗啊 是一个相当有自信的人 那么启同赤焰及天池的 这个赤焰呢 是一种红色的瑞鸟 在唐代呢 是被视为尚瑞 比这个大瑞的这个碧鸟呢 要低一级 也就是说 孙徽宗这里想表达的是啊 在皇宫中出现的这个 仙鹤相当于碧鸟一样的大瑞 那么比出现在天池的这个赤焰呢 要高一级别 然后据学者说啊 这个天池啊 其实是位于西北边境的一个地名 那么这句话呢 可以简单理解为宋徽宗他想要表达的是 北宋的国运是大瑞 而西北边境的辽国呢 是尚瑞 北宋的国运要好一些啊 那么诗的最后一句 徘徊聊历当单阙 故事冲冲速熟之 意思就是 仙鹤在皇宫端门上方徘徊 叫声聊亮 因此来来往往的人们都知道了 那么这篇拔文和诗词的后面啊 有落款 落的是 玉智玉画并书 然后有一个花鸭天下一人 也就是孙徽宗的艺术签名 那么玉智玉画并书啊 中的这个玉智啊 很好理解啊 皇帝制作 那么玉画呢 这里有争议了 一方呢 认为是皇帝命人化的 也就是不是孙徽宗本人化的 另一方认为呢 是孙徽宗本人化的 目前还没有定论 但是我个人比较倾向于认为 是孙徽宗本人化的啊 理由啊 比较简单的有三点 理由一是 玉智玉画 后面跟着的是并书 也就是玉智玉画并书 制作绘画书法 这三个的主语 应该都是同一个人 那么画卷上的拔文呢 用的是孙徽宗本人的专用字体 寿经体 就是孙徽宗本人自己写的 这个呢 没有争议 那么对寿经体有兴趣呢 可以听一下之前的节目 既然书法是孙徽宗本人写的 那么制作和绘画 应该也是孙徽宗本人操作的 那么理由二呢 是因为在这卷画制作的前后 同样是在郑和初年 孙徽宗曾经画了一幅 云装纵和图 据说画了20只仙鹤 这个数量呢 跟锐和图中的仙鹤的数量 是完全一样的 而且呢 还画出了仙鹤的各种神态 据说是颇有造诣 因此呢 郑和二年的孙徽宗啊 他是完全有能力画出 这种画中的这么精美的仙鹤的 另外画中看上去 有些粗糙的这个斗拱啊 其实也从侧面证明了 这整幅画是孙徽宗本人画的 只是他不太擅长画建筑 不然的话 孙徽宗肯定会找一个 仙鹤画的好 斗拱也画的好的画家 不会特意去找一个斗拱画的 这么粗糙的画家 那么理由三呢 就是你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你是一位画家 孙徽宗叫你来画这个场景 你会怎么画 那么如果是我的画 最先想到的一定是 画一群百姓 在宣德门下 仰望天上的仙鹤 然后呢 有两只仙鹤 站在屋顶的尺尾上 周围呢 有云雾围绕 大致是这样的 我最先想到的肯定是 仰视的视角 就是站在地上 看天上的祥云和仙鹤 而开头我们也已经分析过了 这卷画的视角呢 是在端门的对面 而端门的对面呢 它其实是大街 没有比它更高的建筑了 所以呢 这个视角呢 应该是在端门的对面 然后比端门还要高一点的空中 往端门这边看 那么当我们看这卷画的时候呢 带入的视角啊 其实是一种 有些高高在上的 像神仙一样的视角 仿佛我们就是一个 高高在上的人 或者神仙一般 能洞察万物的人 而这个视角啊 不是一般人能想到的啊 它会让人想到 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啊 只有在权力的最高处 一个非常自信的皇帝啊 才会画出 这样视角的祥瑞之照啊 就是跟祥瑞的仙鹤 它其实是一种平视啊 地位平等 然后呢 又稍稍带点仰视啊 稍稍呢 有点尊敬的一个角度 因此呢 我觉得这卷画应该是 孙徽宗本人画的啊 这一点呢 目前还有争议啊 大家可以自行判断啊 没有对错之分 那么以上呢 就是从孙徽宗的画 拔文和诗句中 我们可以解读出来的信息 简单总结一下 就是瑞赫图画中的场景呢 是郑和二年 一一一二年 正月十六的傍晚 当时的皇宫端门啊 郑门 宣德门出现了 蒋云和一群仙鹤 那么当时在场的 这个宋徽宗呢 认为这是祥瑞之照 仙鹤呢 好比西王母的姓史 碧软一样 带来了关于啊 西北边境的这个 这个豪玉照 然后非常有意思的是啊 这个事件的背后呢 可能就是宋徽宗 他本人在操控 而且他还记录下来了 那么其实像 瑞赫图这种 记录祥瑞的 跟宋徽宗有关的话 还有很多存世 由于宋徽宗当皇帝之前啊 就非常喜欢书画 而且他的书画非常出名 所以呢 以元代这个宋史 这本书为代表 人们以结果来导向 评价宋徽宗啊 说他玩物而丧志 纵欲而败度啊 但是从对于 瑞赫图这幅画的解读 我们也能看出来啊 作为皇帝的宋徽宗啊 他摆弄书画 而且让你知道 他在摆弄书画 那绝对不是单纯的娱乐 而是带着某种政治意图 或者是维持 某些理智的需要 这方面他做的其实是非常出色的 比一般的皇帝还要出色很多 这个呢 其实是第二季节目中 我的一个关键论点 之后的几期呢 我们还会继续看 宋徽宗是如何利用书画 来稳固他的国家的 好 这期就到这里吧 谢谢大家